好像有某個廠商都是你做的吧 大廠 超級大廠 SMRT 我們先講一下軸套的組成 中間這個套環是鐵的還是鋁的 鑄鐵 鑄鐵也有分材質 材質的選購上你們試了多久 試了兩年 才選到一個受熱的時候 比較不會發生一個新變 選做材質會遇到很大的問題 軸套會跑出來啊 軸軸外掉啊 便宜外掉 也不敢說它是最好的材質 就是它適用在這個地方 使用鋁它可以提升很多 鋁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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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兩隻喔 對對對 因為有培鈴我們有大小 我們不用一隻去測量所有東西 準確度吃它還是會有公差值 62到75 兩個範圍值 就50到63 兩隻 就7萬多 幹比你的屌櫃耶 對 現在時間是晚到了11點 我快睡著了 現在大家生長 這應該72 等於是我們培鈴放的外進啊 那你有在公餐打過手箱嗎 不回答就是 要來頓一下喔 在廁所打一次手箱是 結紮 看有沒有精子存活 12013 一條過3mm 一條 現在換另外一個點 大致上可以知道 內孔是不是有大小的問題 一條過4mm 現在 如果你這幾天再拿一組新的來量起來 不一定就是這樣子的規格 一條過3mm啊 公司的準確度很準 對 溫度天氣會去影響到幾mm幾mm的問題 高雄的溫度比較熱 就是它會比較偏打 所以妹子都穿比較少 欸欸欸欸欸 不穿啦 對啦 基本上測完這3個點之後 我們就可以確定我們的 軸刀這個圓 對 它的內孔是圓的 真的快睡著了 為了你們拍這片 你露雷拿起來看幾點了啦 露雷啦 不行啦 就這樣結束吧 掰掰 老闆跟大家說掰掰 綺麗 綺麗